很难估,因为我对习主席的智慧有多高, 越来越觉得难以掌握, 你见到他最近去同欧洲国家开会在视像上, 民主不得一个模式,以为自己人民缺顶, 他似乎还有一些盼望, 觉得他拿下香港搞定澳门, 威吓台湾,然后国内建立个人声望, 然后继续可以走出国际社会振兴中华, 他可能真是这样想都不顶, 这真是很高人的一种想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想, 但似乎他仍然有盼望, 否则不会就抛个身出来, 在这样的环境抛个身出来很好看吗? 所以我觉得很难估, 不过我觉得他当然一方面讲双秦环, 但另一方面他当然想继续跑出国际, 例如今年年初时还讲今年之内可能要推动访日, 安排美中最高领导人的回面都讲这些, 但现在知道中日或日本访问无再提很久了, 中美高层会面现在讲最大可能都是10月在G20 叫碰碰头,就算这说法你国官员都冷言待之, 所以城市机会有多高呢? 我觉得一半一半我觉得, 我觉得美国未必未必会去到那麽尽, 连在G20碰个面握下手都不会, 都可能都会做, 但你说详细坐下谈, 我相信现在气氛似乎不会, 机会就很微, 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下, 如果仍是以为用一种这样的对香港加强打压, 继续拉人, 继续用一些很不文明的方法处理香港问题, 就可以令到国际社会收声, 经过了两年时间应该知道不可能, 国安法了一年,那怎样呢? 差不多国际媒体每天都有报道香港的事, 现在没收到声音, 你便天天去威吓台湾, 甚至疫苗都不给他买, 结果怎样呢? 结果日本一次又一次用飞机送疫苗过去, 跟着国际社会有反应,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 你越做这些事就越惹来一些相反的 你期望以外回应, 现在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有种担心就是过去四十年经济改革造成成果, 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倒退, 这个倒退都不是自己所不所觉的问题, 而是说你这种倒退是令到自己过往赖以推动这种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一些基本动力失去, 现在有些官员讲话很大很厉害的, 或者说围球时报总编辑那些人还讲到很大的, 那你便试下咯, 你讲到自己这麽厉害, 我自己可以搞定, 现在最糟糕是太多这些不国不民的人, 真的讲到, 我就算不用靠美国, 不用上市, 不用去读书, 你那些人不给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留在国内更好, 他真的有些论调,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这麽异和权式的一些逻辑, 但你很不幸这些异和权式的逻辑, 真是回来, 还有真是可能更劲过当年的慈禧太后年代, 慈禧太后年代自己都不敢肯定异和权, 现在你是见到最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人物, 和这个喉舌压头, 是重义和权的义和权的, 那你有何好说, 所以变成结果你说有了一天, 去到不是你自己所不所觉, 是没有多少路让你走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造成一种自我归宿, 去自己安乐窩的事实, 我觉得这个对谁有好处, 你真是这样就可以成为你有条件, 可以不顾一切去光复台湾, 我觉得未必这么简单, 日本讲到明, 你如果侵犯台湾的话, 日本真是会派自卫队去协防, 日本讲这句话给你听, 我拉你美国下水, 但你现在真是觉得很痴线, 环球日报老总高调赞扬和塔利班结盟, 真是好笑, 回到中世纪和塔利班结盟竟然会高度赞扬, 或者有某位国内女状元放弃来香港大学, 拿去金毒法学院, 回到大陆大陆读马克思主义, 这些真是笑死人, 我觉得发生这些事, 就不是你自己非关锁国问题, 而是你自己那些有条件推动国家进步的人, 都成为拉倒这种进步, 甚至推动国家走向倒退的动力,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担心和留意, 为了要自我解招, 做完这些很傻的事, 塔利班是甚麽组织大家知, 你当年中共自己都是因为塔利班的恐怖行为, 然后给了个借口它在新疆加强打压, 反恐,是用反恐来打压新疆, 你现在与塔利班的结盟, 塔利班的背景它们的策略是怎样, 大家已经看到了, 现在仍在跟中国边境不远的地方, 它根据它们的策略是怎样, 它现在告诉我, 我不会让新疆那些暴争分子去我们那里, 但老实说, 我想水能载舟水能复舟, 玩火者中备火自伐, 我觉得这个要很小心, 还有美国现在不是说它撤出阿富汗, 它不是说改变了塔利班的看法, 塔利班改变了, 而只不过它认为塔利班已经无法造成一个, 好像当年那样全球性造成那麽嚴重的损害, 你这时候走去为塔利班张目, 你便为欧洲和世界国际社会对用另一方式回应中国提供一个最好的理由, 我觉得这些是甚麽智慧, 但这些人以国师自居,胡锡进这些, 这才是好笑的地方, 你这些做法和告诉人家, 二和权可以倒冲不日两个分别, 百几年前的愚昧, 出现在今日所谓有话语权的所谓知识分子, 我觉得这个是读书人的耻辱, 亦都是中国政治的好大不衡, 我只能这样讲,